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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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题目是沾阳主的荣美 我们所要看的经文是诗篇27篇 我来读一下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 是我的拯救 我还怕谁呢 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 我还拒谁呢 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 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叠扑倒 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 我的心也不害怕 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 我必然就安稳 有一件事 我承求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瞻扬他的荣美 在他的殿里求问 因为我遭遇患烂 他必暗暗地保守我 在他亭子里 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 将我高举在磐石上 现在我得以昂首 高过四面的仇敌 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温然献祭 我要唱歌 唱诗 歌颂耶和华 耶和华 我用声音呼吁你的时候 求你随听 求你连续我 运允我 你说 你们当寻求我的面 那时我的心向你说 耶和华 你的面 我正要寻求 好 我们就把它念完 不要向我烟面 不要翻路赶足仆人 你向来是帮助我的 救我的神 不要丢弃我 也不要离弃我 我父母离弃我 耶和华必收留我 耶和华 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 因我仇敌的缘故 引导我走平坦的路 求你不要把我交给仇敌 遂其所愿 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 起来攻击我 我若不信 在活人之地 得见耶和华的恩惠 就早已上胆了 要等候耶和华 当壮胆坚固你的心 我再说 要等候耶和华 要等候耶和华 人在宇宙中是多么的渺小 我们又天生带着罪 我们生活在这个罪恶 冲突 动乱 充满问题的世界中 人生的过程又是劳苦酬缓 因此 每一个人 必然在他的生命中 有许多的需求 那这些需求 怎么样能够解决呢 这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 今天我们要就着 三个段落来探讨 这一篇诗 第一 是讲到人的需求 第二 是讲到神的供应 第三 是讲到我们领受 神的恩典 该有的态度 也许首先 我们应该界定 这一篇诗的背景 这一篇诗呢 是大卫 可能在他作王之前 逃亡的阶段 那么 面对危险 艰难 他的经历 和他的见证 昨天我们已经把 这一篇诗的讲义 传过去 希望大家有机会 可以把它 印出来 这一篇诗基本的结构 一到六 是信仰的告白 它表达神是 他患难的保障 他能够安稳 它表达 神是他人生的挚爱 他要歌颂赞美 七到十二 是向神的呼求 求神垂定他的祷告 求神来收留他 求神指教他 引导他的路 最后是结论 我们要刚强 赚胆 等候神 在这个年度里头 我大半的时间 是花会在 研读诗篇 我常常说 自己是在做 诗篇的泡菜 神的话语 是多么的丰富 今天呢 我们研讨这一篇诗 分享 将要以第一节 做一个主走来看 第一节呢 讲到神 三方面的属性 第一 神是亮光 第二 神是拯救 第三 神是力量 这个保障 也可以帮助力量 第一节的圣经 讲到神的三个属性 当我们把它 对应到人的时候 那这一节圣经 就非常丰富了 神是亮光 而人有黑暗 神是拯救 而人有危险 有困难 神是力量 而我们身 心灵 都是软弱的 所以呢 我们今天要以第一节 花比较多的时间 做主走 来看 这一篇诗 首先 人是黑暗的 当我们讲 人是黑暗的 大概包括三点 第一点 人因为有罪性 所以会患罪 有过患 患罪 带来内心的 刚硬 内心的黑暗 内心的冲突 内心的亏欠 所以呢 第一是人有过患 第二是人有伤痕 在我们成长的历程当中 多少会受到一些伤害 有些伤害呢 后来没有处理 或者没有得着医治 会留在那里 变成是一个暗交 第十节呢 他说我父母离弃我 如果这一篇诗是大卫手写 我们就会考虑到 大卫曾经被他的父母离弃吗 我们能够找出来的根据 就是先知 撒木儿 有一天去他的家 要高立一个新的王 叫耶稀的儿子 一个一个出现在他面前 结果一个一个都不是 以至于 撒木儿问他说 你家还有其他儿子吗 他说还有一个最小的 在野外 伯利恒的旷野牧羊 然后他说去把他叫来 不然我们就不吃饭 等大卫来的时候呢 神只是撒木儿 这个就是他要高立的 的君王 哎呀对撒木儿来讲 会是一个震撼 奇怪这么重要的场合 为什么这个小儿子不叫回来 对大卫来讲 将来他回想这件事情 也许他会觉得 我是被父母撇弃的了 这么重要的场合 竟然把它忽略掉 不管如何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 有可能被伤害 这个伤害如果没有得到医治 那在以后的人生历程当中 会成为一个暗交 今天有太多破碎的家庭 今天有太多的父母 子女没有管教好 在这种情况之下 哎呀 有各种的冲突问题 那就会构成一种的伤痕 第一是过犯 第二是伤痕 第三是盲点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盲点 集合蜡烛是一个发光体 蜡烛本身有它的黑影 我们必须承认 我们许多时候看自己 不够完全 不够清楚 希腊哲学家认为 最大的智慧 就是认识自己 大卫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 他很敏感 然而在诗篇139篇 23节24节 大卫说 大卫这么敏感的人 他必须谦卑在神 说神啊 求你检查我 试炼我 因为有时候 我们对自己的了解 还是非常的有限 有些事情大家都知道 我就不知道 所以每一个人会有盲点 因此针对这三点 我们有过患 需要得到赦免 我们有伤痕 需要得到医治 我们有盲点 需要把它曝光 在这里 神是亮光 神就是光 这是全本圣经 第一次用光来做比喻 讲到神就是亮光 以后在以赛亚的圣经 还继续会讲到 神是以色列的光 神是永远的光 这是第一 我们有黑暗 但是感谢神 神是光 第二 我们有危险 我们有困难 神是我们的拯救 我们注意 这个大卫 在第二节第三节 讲到他的处境 他说他的仇敌 前来要吃他的肉 所以呢 这个仇敌是很凶猛的 要来取他的命 所以他的 这个如果是在讲 把扫罗带军兵来追杀他 哇那当然是非常的危险 不止如此 第三节说 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 仇敌不止凶猛 第二节是讲他凶猛 第三节是讲他的众多 有军兵安营攻击他 扫罗是个君王 大卫只是一个老百姓 他躲在亚都然山洞 好像一个山寨王 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卫跑来跑去 人们心里会惧怕 所以我们会有危险 事实上 我们也是会有困难 我们有可能 睡得不好 吃有困难 或者我们受到排挤 或者我们受到误解 等等 有许多的伤害 在这种情况之下 神是我们的拯救 他能够保守我们 他能够高举我们 他能够垂听 我们的祷告 这是第二 我们有危险 有困难 而许多的危险 是没有预告的 你在纽约的地铁 你站在月台上 说不定有发疯的人 神经不正常的 把你推下去 在美国 有太多的枪支 连这种安宁 许这么安宁的地方 都会有枪杀 所以危险呢 可能会出现在 我们想不到的地方 发生在我们想不到的时刻 我们有危险 我们有困难 我们需要神的保守 第三 神是力量 对应是人有软弱 我们的身体 是脆弱的 开车 高速公路 稍微一撞 人就没有了 那么今天呢 哇 现代人 各种癌症都会有 从吃的东西有问题 到呼吸的空气 空气污染到各方面 人容易长癌症 癌症呢 有各式各样的 有时候还有血癌 急性的血癌等等 人会有疾病 有正常的疾病 有一些还是很特殊的疾病 从来没有见过的 这个疾病呢 大半的人都不能够豁免 最近台湾有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很出名的作家 太太呢 就是生病了 很严重了 要大家为她祷告 我们也是有很好的朋友 那么生重病 我们都要特别的关心 为她祷告 身体会生病 然后我们心里呢 会容易受到打击 而沮丧 当苦难一个一个 一直来临的时候呢 哇 我们的心灵会受到打击 我们的本身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老伴 我们的儿女 我们本身 我们周遭的人 如果受到打击 我们都会 受不了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会软弱 就会沮丧 在这边讲到 神是我们的力量 出埃及 十五章二十六节 耶和华拉法 是讲到 神是我们的医治 雅各书五章十四节 是讲到 如果有病痛的 就请教会的长老来 母游为他祷告 神是我们的力量 祂是我们的医治 除了生理上的 还有心理上的 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 这是罗马诸 十五章十三节 所讲的 在罗马书的四章 十八节 亚伯拉恩在无可指望当中 运信 人有指望 因为十七节 讲到 神是那 使无便有 使使人 复活的神 所以刚才就讲到 神三方面的属性 对应人的黑暗 人的危难 还有人的软弱 在这种情况之下 人有一个普遍 通俗的需求 就是害怕 人会害怕 当我们打开心理学的词典 人所怕的东西可多了 有些人会怕人 怕长辈 怕小孩 怕异性 怕生人 怕怪人 有些人会怕一些事情 怕长大 怕结婚 怕离家 怕生病 怕打针 怕失落 怕牢 怕死亡 有些人是怕东西 怕雪 怕光 怕火 怕水 怕味道 等等 有时候呢 是人会怕一些情况 怕太空旷 怕太孤单 怕太吵 怕太安静 怕脏 还有呢 有人怕鬼啊 有人怕神啊 等等 更是有好些人怕动物 怕蛇 怕狗 怕虫 怕老鼠 怕跳蚤 等等等等 人生 人生有许多的惧怕 这是第一段 人有多方面的需求 第二段 在这种情况之下 解决之道 是在于把我们的需求 软弱 来对证神的属性 所以 问题的解决 是在乎神 我们要跟他建立美好的关系 人生需求的解答 是在乎神 所以第一 我们要亲近神 第二 我们要寻求神 第三 我们要 我们要 瞻仰神 第一 我们要亲近神 第四节说 有一件事 我成求 耶和华 我仍要寻求 就是一生一世 住在神的殿中 西伯来书 四章十六节 说我们只管来到 施恩的宝座前 为要得连续 蒙恩会 做随神的帮助 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 我们以旧约的背景来看 这个古代的 中东的背景来看 古代如果有一个逃亡的人 被追杀 他来到一个帐篷 而蒙那个帐篷的主人 接待进入他的帐篷 追杀的人来到民口 这个帐篷的主人 就有那个义务 通常他会保护 躲在他帐篷的人 说这个人进入我的帐篷 就是我的人 你们不能够对他做什么 除非他离开 所以在这种背景底下 我们来读 第五节就很有意思了 他把我藏在他帐篷的隐秘处 前面说他保守 我在他的亭子里 后面说他将我高举在盘子上 但是基本的一个步骤 就是进入主人的帐篷 在主人的帐篷里面 我们就会安全 各位 末后的日子 会有更多想象不到的天灾人祸 我们需要好好的来亲近神 进入神的帐篷 在他的翅膀底下 就会安全 我们就会想到马太二十三章 那是很悲哀的图画 主耶稣面对耶路撒冷哀哭 他说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啊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 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 只是你们不愿意 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 留给你们 只等到你们说 奉主民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小鸡躲在母鸡翅膀底下就安全 结果他们不愿意 他们离弃神 你注意主耶稣的话 看哪你们的家 神把耶路撒冷抛弃了 他们拒绝神 神就撇弃他们了 暂时撇弃他们了 这个家变成是他们家了 不是神的家了 我们走自己的道路 自己负责 我们进入神的帐篷 躲在祂的翅膀底下 神就负责 所以第一 我们要亲近神 第一个图画 是我们进入主人的棚中 第二个图画 第十句 我父母离弃我 耶和华必收留我 根据罗马书第八章 我们就看见 神的救恩 是把我们这些放荡的人 眷外的羊 收养成为羊子 这个罗马文化里面 把别人的小孩收养为羊子 那个手续是相当严肃的 一旦这个手续完成 这个羊子就能够改变身份 他有合法的继承权 享受主人的一切 所以感谢神 当我们亲近神 不只进入藏幕安全 而且我们改变身份 成为神的儿女 一旦我们成为儿女 身份提高 然后我们的伤痕 能够得着医治 然后开始享受 神家的丰富 这是第一 我们要亲近神 第二 我们要寻求主的面 这是第八节 哇 这一节圣经 真是有意思 中文的圣经说 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 那时我的心向主说 也合法 你的面 我正要寻求 这个心普及本的方例 是这样子 神说 来吧 跟我谈谈 那我就向主说 主啊 我来了 I'm coming 哎呀 很有意思 私人在这边 对主有一个互动 神下了一个预令 要私人能够来寻求他的面 结果私人 已经就是朝向 寻求神的面 他正在来 I'm coming 我就来了 我们要做一个寻求主面的人 哎呀 这个 这一篇诗篇里面 寻求主面 沾两组容眉 这两个片语 都值得我们来深思 这个面孔 是一种宁人华 我们的脸孔 通常表达我们的感情 包括喜怒哀乐 所以寻求主的面 大概他基本的意思 就是说 我们来到神 来到神的面前 要求神接纳我们 因为他如果看见我们 念带笑容 就表示他 能够接纳 他喜悦 他如果看见我们 板着脸孔 很生气 那就表示他要弃绝 他不愿意 接待我们 所以寻求主面 基本的意思 就是 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蒙神接纳 然后神进一步 能够向他施恩 第一 我们要新进神 第二 来到神的面前 求神联名 能够约纳 能够向我们施恩 这个代表性的经文呢 就是 沙默记下第九章 大卫做王的时候 他就想到 哎呀 他问属下 约纳丹啊 扫罗家 还有没有其他的后代 有人告诉他 有约纳丹的儿子 叫做米灰波瑟 哇 后来他就派人去 把米灰波瑟 这个接过来 米灰波瑟是 往着仇敌 因为他的祖父 扫罗一直要追杀 大卫 他是往着仇敌 小时候逃跑的时候 跑太快 皇后抱他跑太快 结果摔在地上 腿都瘸了 一个有残疾的人 隐民埋信 躲在一个偏僻的地方 有一天突然间 人家找到他说 哎 国王召见 他真的吓死了 我隐民埋信 躲在这种地方 王怎么会想要找我呢 哇 结果去到王面前 趴在地上 王对他说 我要因你父亲的缘故 要来恩待你 你祖父的家业都还给你 从今以后 你可以在我的 这个餐桌上 跟我一起吃饭 你知道 米慧波泽怎么讲吗 撒木尔记下第九章第八节 他说我是何许人啊 我在你的面前 只不过像一条死狗啊 对米慧波泽来讲 完全没有想到 他的人生 所以想做这么大的优待 他感恩不尽 从此以后 他坐在王的宴席上 当他坐在王的宴席上 桌面一盖 整个瘸腿都看不见 哎呀 他跟这些王子一起吃饭 这是何等美好的一幅图画 寻求主面 就是蒙神接纳 并且蒙神施恩 然后最后进一步 我们要瞻仰主的荣美 这个荣美呢 也可以翻作主的恩惠 恩慈 瞻仰仰主的荣美的意思 就是花时间来想到 神对我们是多么的美好 我们的诗歌说 神的恩典 样样都要记清楚 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感恩的人生 各位弟兄姐妹 我想念你们 因为这一二十年来 去了波特兰那么多次 我希望我们每一次 跟弟兄姐妹见面 我们能够分享神的恩典 诗篇 四十五篇第一节 说我心里永出美词 我论到为王做的事 我的舌头是快舌鼻 但愿数算神的恩典 让我们分享的恩典 是很自然的 很新鲜的 用小孩子唱的歌来讲 就是神真美好 他对我真好 神真美好 希望这两个片语留在我们的心目中 万物交绝 寻求主的面 三良主的容美 我如果写成查经材料 暖身的问题 就会有一题 请问你这一生当中 你有没有看一个东西 有没有什么样的画面 留在你的心目中 你当时看了很久 或者你事后想了很久的 我这一生就有这么一次 招待一个讲员去纽约现代美术馆 一进去 哇那是纽约现代美术馆的 正馆之作 反骨的心业 这个讲员就站在那里 我想大概有十五分钟 我从来没有过 在一个图画面人站十五分钟 他站着不走 我当然也不走了 我们就看反骨的心业 看了十几分钟 以后我们到书店里面 要去买反骨的书 每一本 他就知道买这个图画 每一本都给他找心业 马上能够判定 这个颜色差太多了 为什么马上能够判定呢 因为刚才在那边看了很久了 所以现在一看就是 这个颜色差太多了 听说银行里面训练他们 不分辨假钞 他们要不断地去看真钞 每一个质地 颜色 光面 要他很有概念 各位 我们如果专注在神身上 久了 你看这个夫妇 结婚久了都有夫妇面 两个人越来越像 好 希望这两个片语 存留在我们的心中 就是寻求主的面 沾粮主的容美 好 我们来到第三段 第三段 我们领受神的恩典 要有怎样的态度 第一 我们要把这件事 当作我们人生的优先 第四节大拜说 有一件事 当的人生只有一件事 就是寻求神 一生一世 住在神的殿中 沾粮神的容美 各位 大家有没有记得 那个保罗 人生只有一件事 我为他丢弃万事 为要得着基督 这是菲利比书 三章九节 马太六章三十三 告诉我们 要先求神的国 和神的义 所以论到 我们领受神的恩典 第一 我们要把这件事 当作是优先 不是我们遇见困难了 才来到神面前 而是平常就跟神建立好的关系 常常寻求主的面 增量他的容美 手算他的恩典 把我们的注意力 更多摆在主的身上 专注于神 最后 领受神的恩典 必须对神 投信任票 有一个信靠神的心 相信神 不会做错事 有时候我们祷告 神没有按照 我们的时间来答复 按照我们 其他的方式来答复 最后一节圣经说 要等候耶和华 当壮胆 坚固你的心 要等候耶和华 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 会有一些事情产生 跟我们的想象颠倒 哎呀 一年怎么会受苦呢 很多事情我们就想不懂 约瑟 是一个那样单纯 不敢得罪神的人 但是呢 他的人生有许多的苦难 旧约圣经中 除了约伯之外 约瑟的苦难算是不少的 从17岁到30岁 有13年之久 他要遭遇许多的苦难 在这种情况底下 创世纪50章20节 对这些哥哥们的恐惧 约瑟说 你们的意识源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识源是好的 要成全 要拯救多人的性命啊 所以先打发我来到这里 这是第一 从约瑟的苦难 让我们看见神的美意 第二是大卫的逃亡 大卫是一个和神心意的人呢 他人生两次的逃亡 我估计是超过十年呢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为什么一个和神心意的人 他有那么多的苦难 诗篇 五十六篇第八节 我几次流离 你都记述 求你把我的眼泪 装在皮带里 哇 这个大卫是一个多才多艺的男者汉 你看 他逃亡的岁月 很多的痛苦 他流泪 求你把我的眼泪 装在皮带里 甚至扫罗追杀他的人 在他眼前他都不动刀 把他杀死掉 他尊重神 因为他是神所高利的 当然我们也会想到保罗 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 哇 他为了主的缘故 受了许多的劳苦 是要监牢被鞭打 冒着圣灵的危险 保罗的上身一打开 全身体都是伤痕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不了解 但是呢 透过大卫多苦多灾多难 我们就看见 他所写下的诗篇 能够触动我们的深处 有血有泪 他不是在 他不是一个太平君子 像所罗门一样 他乃是在苦难中成长 大卫的人生开始的很慢 但是他与神一同成长 长得很结实 像一棵树在溪水旁 大卫的人生 哇 诗篇 成为多人的赐福 成为历代教会的遗产 在诗篇中 我们能够找到自己的心生 能够与我们的痛苦 眼泪 共鸣 这是我们对神该有的态度 就是说 神不会做错事 虽然有时候看起来 太多的病痛打击 跟我们想象的完全颠倒 好 在这里讲一个故事 从前 有一个国王 他有两个嗜好 第一个嗜好是喜欢去野外打猎 第二个嗜好 喜欢跟宰相 穿便服 到民圈去私房 这个宰相呢 嘴边常常挂着一句话 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有一天国王带着 带着部队到森林去打猎 结果呢 他一箭射到一只花豹 这个花豹就倒下去 哇 国王太高兴了 骑着马就跑过去 哇 他要检视他的作品 结果那只花豹还没完全死掉 他靠近的时候 突然的花豹翻身 就咬他 哇 使尽他最后的力气 一方争斗 花豹把国王的小指头咬了一起 以后这个水宠过来 就就就就救他一命 这个国王十分沮丧 回到皇宫以后把伤口包扎好 养了养了几天 休养了几天 每次看见这个受伤的小指头 心情就低落 他就叫宰相来 然后就陪他喝酒来解仇 谁知这个宰相跟他喝酒的时候 还笑着说 大王啊 想开一点啊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哦 国王听得很生气 如果 他就说 如果我把寡人把你关进监道 这也是最好的安排 宰相微笑说 如果是这样呢 我也深进这是最好的安排 哇 国王气死了 马上叫人把宰相关在监狱里面 一个月之后 国王的伤就养好了 心情不好 独自一个人骑着马 出去走走 来到一个偏僻的山林 突然间从山下冲来一批土人 就把他五花大绑 带回部落 原来这个山上的原始部落 每逢月圆的时候 的那一天 就会下山寻找 祭祀满月女神的牺牲品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国王挡起来 准备把他烧死掉 国王一直讲话 他们就把那嘴巴塞住 哎呀 国王要表达 你们要什么都给你了 我是王啊 根本没有办法表达 正当要把他抓去献祭的时候 献祭是完美的作品 土人的祭司来检查的时候 突然间大惊失色 他发现这个国王呢 身体灰灰胖胖是不错 但是呢少了 这个指头呢 小指头少了半截 这个不是一个完美的作品 结果就把国王放了 哇这个国王太高兴了 回到宫中 教典把宰相把他放出来 就跟他干一杯 对他说 你说的真是一点不错 果然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如果不是花爆把我咬了一口 今天命都没有了 突然间国王又想到什么 就问宰相 可是呢 你无缘无故 我一生气 你就在监狱里面 监狱里面蹲了一个多月 这又怎么说呢 宰相慢慢的吞下一口酒 悠悠的说 今天我如果不是在监狼里面 我陪你出去野外打猎 那么现在那个 祭祀品啊 那个牺牺牲品啊 不是你了 就轮到我了 国王听吧 哈哈大笑说 果然没错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好 我们的结论是 无罪 一生亲 就好像做官的 官不做的 很轻松 一个人蒙恩 罪得赦免 一生亲 无罪一生亲 这一篇 诗篇让我们看见 有主万事主 做神的儿女真好 但愿我们一生 能够与神同行 寻求主的面 为他而活 让我们的一生 是感恩的人生 好 请我们一起同心 来祷告 主我们向你敬拜 谢谢你 对我们的生命 有一个周全的计划 你能够成为我们 人生全方面的供应 满足和解答 你也乐意向我们施恩 我们在你面前 不够像死狗一样 但是我们今日成了 何等的人 是因主的恩才成的 愿我们数算主恩 常常有感恩的心 也调整我们的人生 更多的专注在你的身上 让你成为我们人生的标杆 成为我们人生的满足 愿主借着这一篇诗 医治我们身体的创伤 也满足我们对你的需求 谢谢主 垂听我们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